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我们讲了一首《夜中不能寐》 起座谈明镜 这首诗歌写的很有意思 看起来表面上非常平静 实际上显示了软极心理 如汤煮的这种心情 第二首是《加速下沉期》 我们说软极所处的时代 他是在曹魏和司马寺争夺政权的非常激烈的关键时刻 软极的心理 因为他比较正直 这个人比较正直 所以他心里很多存在着不满司马寺的很多的做法 但是他又不能够表露出来 因为一表露出来 司马昭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掉 司马昭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掉 软极的朋友季康被杀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他心里的苦闷 他心里的彷徨 他心里的孤独感 都显露在他的诗歌里面 大家看看这一首《夺坐空堂上》 大家看看 《夺坐空堂上》 谁可遇欢者 我一个人坐在这个空堂上面 哪个人能够跟我一起谈话 一起高兴呢 没有 没有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驱马 我出门看看长长的通向远方的路 我看不见车马铁轴 大家注意 这是一种意境 意境 心里啊 没有 路上我们说不可能没有车马 是吧 但是他心里看不见车马 他的眼睛里看不见车马 看不见前途这什么地方 登高望久舟 悠悠分旷野 我看看我们的中国 现在到底已经乱成一副什么样子了 已经乱成一副什么样子了 是吧 孤鸟西北飞 离寿东南下 孤零零的鸟向着西北方向飞去 射群的一个孤兽 独自的向东南方向跑下去 日末思亲友物言用字写 我天气晚的时候 我思念我的亲人 我思念我的朋友 我心里的话难道能够用语言写出来吗 我心里的那种痛苦的感受 能够用语言写出来吗 不能够 不能够 下面是一首大家看看 《驾言发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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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向望吹夜》 《南向望吹夜》 《驾言》都是虚词吧 《发味度》 《我从魏国的首都出发》 《我朝着南面吹响了我的销》 《驾观有语音》 《梁王安在在》 《梁王安在在》 《驾观有语音》 《梁王安在在》 这个梁王 我们大家知道 历史上梁帝 它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地方 梁王有很多 梁王就是魏王 魏王 魏王到底在什么地方 魏王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心里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苦闷 非常非常的苦闷 《驾观有语音》 Bal pet 这次有才能的 那些有才能的人都处在一种靠来 人死掉以后埋在坟墓里面的那一种 人死了之后埋在坟墓里的那一种 这个软机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歌舞缺位中勤兵以弗累 歌舞缺位中勤兵以弗累 歌舞还没有完勤兵已经重新累了 我们大家知道战国的时候 勤国要统一六国 魏国都是他们消灭的对象 魏国都是消灭的对象 这首整首诗歌呢 作者是借魏王荒淫施政 而导致这边上帝的故事 他的隐喻朝政 我们现在朝廷上的魏王也好 这个魏呢是历史上的魏 梁王就是魏王 历史上的魏 那么现在魏国呢 三国当中呢 朝魏政权也用魏来命名 所以勤兵以弗累 歌舞缺位中勤兵以弗累 形式是如此的复杂错综 如此的严重 但是统治阶级呢 还是每天歌舞不休 歌舞不休 家林非无有主共生辰爱 家林 家林是魏王游乐的地方 魏王游乐的地方 魏王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南 对河南乐阳这一代魏王 军败华阳下 申尽为图会 那个秦国的时候 为安息王啊 这个四年的时候 秦将白起呢 大铺 魏盲茂与华阳 华阳就是我们今天河南省的密宪 密宪 最后呢全军呢失败了 全军失败了 所以软介啊 对当时的这些统治阶级 荒阴无耻的生活 他感觉到非常的忧伤 他是满心希望朝卫政权强大的 但是朝卫政权现在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 你看下面一首 欲写佛余写啊 也显示了软介之中 心里如汤煮的这一种感情 一日佛余写 欲写佛一朝 一天过了是一夜 一夜过了又是一天 颜色给平常精神自损消 颜色给平常精神自损消 他这句话说 容貌呢给变了平常的状态 人呢逐渐的虽老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自糟 他心里面呢如肺如焚 他心里是极端的不平静 极端的不平静 万事无穷皆知谋苦不老 万事无穷皆知谋苦不老 就是天下的事情变化多端 软件的总是担心自己的自谋不够 无法应付 我上期课给大家讲软件生平的时候 已经讲到了是吧 司马昭要跟软件做儿女请假 软件每天喝醉了酒 一连六十天长醉最长 没办法跟他讲话 他一句话也没有同意 我跟你司马昭成为儿女请假 另外一方面 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反对跟你做儿女请假 最后让司马昭不了了之 但司马昭他要封魏王的时候 叫他写劝金表的时候 他也是用了老的办法 每天喝醉了酒 让你开不了口 最后司马昭把他捞到朝廷上面 一碰吹把他叫醒 你今天写也要写不写也要写 是吧 司马昭命令人把他捞 他知道这一罐逃不过了 最后一挥而救 可见他复告老招已经打好了 所以自磨苦不饶 他担心自己自磨不够 看见他的心里是很复杂的 自磨都已经想到了 但空虚一戒魂气随风飘 我只怕一会儿一不小心 自己的脑袋就掉地了 掉地了 所以阮吉这个人 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人 阮吉这个人一辈子 他从来不讲任何人的坏话 任何人的坏话 一句话都不讲 口不言人故啊 口不言人故啊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一辈子不讲一句人不好的地方 如果他要表示对你极端的不满 他有办法 他如果对你满意的话 他眼睛正面看着你 你看到他眼睛里面是黑的 就像我们正面看人 他如果不高兴看你的话 最多你看到他眼睛里全是白的 阮吉这个人翻白也翻得非常好 斗鸡眼大概学得也非常好 但是你没有一句话说我反对什么人 某某人有什么缺点 他从来不讲 这个叫口不言人故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人 奇特的一个人 他下面这句话也显示了他这个特点 终身吕伯兵谁自我心教 终身吕伯兵 这是《诗经》《小雅》《小园》里面的一句话 他说战战兢兢 如履不兵 战战兢兢 如履不兵 《诗经》里面一句话 叫大家小心谨慎的时候 就是说你每天都要小心谨慎 就像走在很薄的冰上一样 走在很薄的冰上你要非常小心的 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有时候薄冰很多的 西湖里有一年也起冰了 有些人高兴的时候起了三年 在上面走也走过 但一不小心有些人就掉下去了 为什么 西湖上的冰不会觉得很厚 不会觉得很厚 北方有时候这个水啊 疾冰会觉得非常厚 所以《诗经》里面讲到了 战战兢兢 如履不兵 就表示一个人非常谨慎 我们历史上谨慎的人很多 你想诸葛武侯 诸葛亮 诸葛亮是一生为谨慎 他一生都非常谨慎 刘备在的时候非常谨慎 刘备死了 他私奉那个刘禅 就是阿斗 他也是非常谨慎 诸葛亮一生谨慎 所以阮记也是一生谨慎 但空虚余见魂气水风飘 我只怕一会儿啊 一不小心啊 我这个小面就没了 可见当时的政治形式多么的复杂 显悟 显悟 所以阮记的四个 我们就讲这些 讲这些 我们季康的文章呢 我们要稍微讲一点好不好 稍微讲一点 季康 他写过一篇书信 这篇书信呢 我们今天给他起了个名 就是 萧桐编招民文选的时候啊 给他起了个名称叫做 《与三巨园去教书》 《与三巨园去教书》 《413页》 它这边的题目大家看看到非常有意思 《与三巨园去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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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游戏文字 游戏文字 那个是文这种题 文起来以后 大家用文学的手段去对对他们 这个游戏文字 我认为这一篇也是游戏文字 两个好朋友之间的 通讯 对话 用来讽刺另外一个人 所以最不高兴的 看到这封信就是那个司马昭 看了之后他下居心 要把这个 这个吉康把它杀掉 可见他这封信 出来以后是抄写了很多份 到处流传 像我们今天的传单差不多 所以司马昭恨透了吉康 最后找了一个原因 把吉康杀掉了 他实际上是两个朋友 他那个 继息两兄弟吵架的时候 要让吉康去 做个证明 吉康进了司法部门 就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就判刑 我先把他杀掉了 康白 座下是轻无隐穿 无上位子之音 然今怪此 亦尚未所谢于座下 何从便得之言 前年从何东莞 显中恶都度 岁座下亦亦无自带 四岁不行 然故知座下故不知子 座下旁通 都可而少怪 无 择性下重 都所不堪 偶遇座下相知 座下 座下是尊臣 尊臣 尊臣 就是对对方您 我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您 或者是先生 先生 坐下 我听说你啊 我以前听说你 在外面总是说我的好话 说你三套啊 总是说我的好话 并且这次你离开原来的位置的时候 选朝廊的时候啊 推荐我呢 对替你原来的真物 真物 我心里当然非常感谢你 但是可见你这个人啊 你是不了解我的 不了解我的 我 无邪多数的病概此人 活为无子 今来胜其真有儿 性有所不堪 真不可强 今空欲同 自有达人 无所不堪 外部叙烧 而内部失证 于是同其不留 而会零部生儿 他下面讲消息非常有意思 老子庄子 无子思验 老子跟庄子两个人啊 是我的老师 但他们两个人是轻聚见证 轻聚见证 而我们大家知道 老子庄子都没做过什么大关 大关 柳夏慧 东方硕 达人业 安虎 卑位 柳夏慧跟东方硕 这两个人呢 他们也是一个 很好的人 但是呢 他们也都处于很低的位置 从来没去 出去做高官 高官 你现在 要我出去 租关 但是我这个人 是不能够做官的 他怎么讲呢 他说 我扫家 咕噜 某兄 见交 不说精绪 我呢 从小是个孤儿 孤儿 就是我父亲死得早 我的母亲和哥哥呢 宠着我 宠着我 让我呢 变得非常的骄傲 我呢 精选 我进人家经常学的那种询问 我都没有 幸福 你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出来做官吗 我呢 不太梦痒 不能摸痒 假如我的头面 假如不是很痒的话 十字不是生的很多的话 我都不太洗头的 每场小便忍不起 临包纵 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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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的小便 我都懒得去小便 我的膀胱当中啊 实在太满了 我才起来到 车速里去一趟 去一趟 去一趟 那些朋友们呢 是这样子宽大我 宽大我呢 又喜欢到庄子和老子 重征其放 故事荣经自信日推 人时自信转舵 此由情乐 小贱迅悦 在佛崇教制 掌而见即而 狂顾遁应 呼唐老虎 虽 碎经济 称义佳肴 欲似常令而自在 风草也 我这个人呢 实在是不可救药的一个人 我就像野兽 就像飞鸟 从来没有人训养过我 我 假如我现在长大了 我从来没有训养过 现在你忽然给我 套上个罗头的话 我会发狂的 我会发狂的 我甚至服装导火 我都不怕 你假如把我的 马罗头装上去 给我吃很好的菜 但是我呢 欲加思念 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讲到 坐林七弦当中 另外一个朋友 软之中 可不伦人故 无美私自而未能切 这里也讲到了 就是软之这个人 他是从来嘴巴里 不讲哪个人的错误 我经常想想学他 我也不批评人家 但是我 达不到 达不到 知性孤人 欲我无上 为饮酒 顾菜 只为 离法子嗣所神 截至奴愁 信赖大将军 保持子 我呢 也不如 此中自嫌 而又慢此此却 又不惜人情 爱与基矣 无万十子圣 而又 好尽子累 久于四界 知心日信 虽有无缓 岂可登户 万十 万十呢 我们汉队的官僚呢 两千十的地位就很高的 两千十的地位就很高 两千十的地位就很高了 那么万十呢 就是说 他们家里的人啊 有五个人都坐到了两千代 两千代 这个诗啊 也念弹子 弹子